看到的畫面就會是那個國家的語氣 就多國語氣 這個非常重要 不過當你還沒寫出來東西這個不太重要 因為 多國語氣是最後的 因為你要真的 很有野心你希望給全世界人 Download的話 那最後才做 所以你還沒有到那其實 講這些都還是 太遙遠了 所以我建議各位 回去 如果已經慢慢有App可以寫得很順手的話 一定要去註冊一個Google Play的帳號一直強調 因為你如果連帳號都沒有的人 你等於是 你沒辦法把它發行出去 所以Google Play上面你要有個帳號只要花25塊美金 大概台幣多少 750 750塊 你就是准 App的 工程師 不然你如果你連 Google Play上面都沒有你一個App的存在的話就像 這個網站一樣 你沒有一個網站的話 實際上你怎麼寫都不會被人家看到 所以這一點很重要 那另外其他部分我想細節 太多各位可以再玩玩看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繼續來看就是說後面的 這個 版型的部分 我想Table Layout跟LinearLayout很類似 只是說一個是 橫向一個縱向 那一個是一個表格 也是 列跟藍的 表示 那Friend FriendLayout 我用的比較少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想 各位可以去 查查看 那RelativeLayout呢 也非常的重要 但是真的不好布局 我想後面如果有機會 我們再來看 那個RelativeLayout的部分 那像這個部分在一些證照考試題目也有考到 如何利用RelativeLayout布局 我想後面有機會再提 那相關的布局 我想各位自己再玩玩看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那個 實際的範例 比如說我們今天 來看一下 這個 以這個來看一下 比如說 請各位 等一下 先試著 如何賄賂外部的這個 12之5的範例 那賄賂部分 我上禮拜有講過嗎 你可以從什麼 這邊賄賂 有沒有 那賄賂比如說你從那個 光碟裡面要賄賂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賄賂 現有的專案之工作區 有沒有 然後就直接去找到你光碟裡面的 那一個瀏覽一下 就可以找到你的 放的位置 把它把它賄賂進來 那我是把它放在 桌面上 我桌面上好像有 有這個 Example Java的 這個好資料夾 那比如說 賄賂是12 12張